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這個哥哥又介紹一款好玩的手機遊戲 就是《君王萬歲》 它是一款輕鬆的休閒遊戲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塔防遊戲 目的很簡單就是推掉對面的炮塔 這樣就KO了 即是簡泥 玩法上我們會有一個塔 即是主塔 然後可以選擇一個英雄角色 然後配搭四隻小兵 這個怎樣配搭呢 視乎大家不同的種族或兵種 我自己暫時推介兵門 即是兵塔我覺得挺厲害 因為它可以隨機召喚一些小怪 無條件召喚 英雄方面其實我自己覺得兵龍會比較厲害 但問題是我暫時只有一個 我會用回人類的英雄女 這是我的愛將 小兵方面我自己會比較建議 當然是坦、寶師、軟弓這些必須 如何配搭呢 其實真的要看回你的陣容 說了這麼久 心得立即打場主線給大家看看 好 現在暫時打到第11關 非常簡單 我們的目標要推到對面的塔 我自己一般建議先等450的Course 叫我呼籠騎士 因為暫時夠坦 然後叫一些東西 然後盡快把Course去到1000 叫這個英雄出來 其實暫時我的關卡已經夠打了 暫時非常簡單 但我告訴你 其實開頭練度不夠 打到死死下 再打一場給大家看 主線對我相對比較容易 不過稍後會有些更難打的關卡 這個精靈走得很快 看到透明是穿過了 直接打我的主塔 所以馬上出一隻軟弓出來 馬上KO他 所以每一隻英雄或兵都是他的特性 大家一定要留意他的技能描述 主線我可以繼續推下去 當然有很多玩法 例如這個尖聲塔 逐層塔打上去獲得豐厚的獎勵 例如這條龍的時裝 其實我正在用的 打一打這個幽暗之門 這個玩法上比較特別 其實需要支持他九球的攻勢 但不是單打那麼簡單 因為時間的掌握會比較重要 我示範一下 我示範一下 上面寫了1%的球數 時間是4分鐘左右 不是狂叫兵就完成 頭幾球相對比較簡單 一隻騎士就全殺了 我就不建議大家再叫額外的兵種 因為會浪費力 你看到他直接穿過會吞勢 由於每一隻小兵或英雄都有CD時間 所以如果一次都叫出來 你後面的球數就會造成非常麻煩 可能你不夠兵用 但你又不可以打得太慢 因為上面在計時 這場給大家看見 什麼叫時間管理大事 先加8個COS 現在去第五球 先叫騎士出來 時間剛剛在對面肌肉如雲 好像被人妙餵了 我們要叫英雄 我發現不對勁 很厲害 這個兵門 我覺得是全遊戲最好用的門 因為他隨機叫冰怪 非常好用 好 接著就有兩球 其實兩球就好像一起來了 騎士 應該被人瞄的 看樣子也是 由於接近最後的一球 我建議有什麼東西可以打開 阿魯比斯很麻煩 新掛我抽不到 很想要阿魯比斯 因為他會叫一些木乃犬 即是木乃伊獵犬 很麻煩 最後都可以過關 這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玩法 OK 接著就來到這個迷幻夢境 他有一個玩法 其實通常有五關 你看到有些任務 其實不需要一關之內做完 其實只要在五關裡做到這三個任務 你就可以獲獎禮 首先都是拿回自己我最熟悉的那隊 我最喜歡的 好 其實我跟大家說 我試一次給大家看 要過關是不難的 如果單單要贏的話 就很簡單 因為他們暫時的等級 都還沒有到我那隊 哇 這麼厲害 大家看到巨人是直接穿頭 他無視到這個怪 但可惜 即是被我的DPS殺了 所以我們盡快要一隻巨人 去到我們的主塔之前 一定要KO他 要贏就很簡單 但如果你要達成他的條件 配合你第二個 再擁有二千能量下取得獲勝 我跟大家試一次怎樣做到 很簡單 這個相對比較簡單 總是贏的時候有二千的能量 即是cost 簡單來說 你不能贏得太快 首先 當然是先升到二千 但我們不可以太輕敵 如果我們是主塔被人打爆 那就可以收檔了 好 你見到我先把能量升到二千 接著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贏得了 但由於我發現好像不夠打的關係 我決定叫一隻 先想一下 因為我怕英雄 我怕英雄 一旦贏了 來不及補 但我發現這隻巨沙 打的探戶好像很慢 所以我決定叫多一隻騎士 其實能量補得很快 可能我太小心 我可以直接叫英雄 但我贏了 但我贏的時候有二千能量 OK 成功可以解鎖到任務 第三個如果有興趣 可以有不同的條件自己解釋 這個合約是比較困難 我發現這個合約是有點 我暫時覺得做不到 首先敵人非常強勁 不僅僅 最麻煩是限制出擊的種族 我現在只可以選擇這些 這些惡魔系我選不到 這些全部人類系 即是精靈 惡魔選不到 由於我沒有練到其他東西的關係 所以暫時打不到 所以如果你要選擇 這個完想任務 完想合約那些 你需要練度比較均勻 最後和大家玩的競技 我第一位 但這個只是青銅 你要贏上去必須要晉級 但是很難打 我打一場給大家看 打不贏 暫時還未想到方法 可能要更加進一步去 強化我自己隊伍的實力 可以自己看看 一開波選擇 先儲一儲能量 對面打了 對面不斷打了 其實我打錯了 我打了一隻 我打了一隻坦 我打了英雄 打了英雄 我打了一隻坦 我打了一隻坦 已經被人打了成門前 已經可以收回了 反魂伏術 可以收回了 只能夠趕等級或升級 練度不夠 對面那隻超強的英雄 對面那隻英雄都是我 不過他的時裝外型改了 Oh No 你看到進級失敗 因為很難打 那就算了 我們把其他人欺負 我們打這個 下面的 打第二位 沒辦法 因為他進級戰 我打不贏 打差不多實力的對手 比較容易 對我來說 一隻騎士是最基本的 因為騎士是一隻 比較便宜的坦 但當然你更厲害 就是在說英雄 其實 但你見到我剛才的英雄 被人是秒到快 也不知怎樣 怎樣 唯一解釋就是 等級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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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這些相同實力的對手 很簡單 就是這樣 不夠打怎麼辦 當然是抽獎 增強實力的最簡單 這個遊戲 我覺得他送的獎勵都非常多 他每天登入、簽到、祭典等等 或者過關任務 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一開始伸手起步 送的票 都足夠 加上他每10次10抽 就會送你免費一次 所以其實都不錯 優惠 加上他右上角有些碎片拼圖 其實你抽的次數越多 所以他送的獎勵都越多 嘩 有個 這個紅巨人 有機會練習一下 其中會有些金色的碎片 即是他會送一些厲害的獎勵給你 但我自己的運氣都應該一般 我自己最想抽到就是我的女英雄 因為我女英雄 我估計應該差兩三隻 我就可以升到上這個六星 即是紅色的一星 但就有點難度 你看到他下面有個尖聲召喚 那個好像要過了這個主線19才可以 我現在看到 為何要抽東西會很厲害呢 當你抽完東西之後 你可以進階 簡單來說是星星數 他的條件就是 通常你頭一星星兩星 要吃相同的自己 然後三星又要吃一次相同的自己 如此類推 所以你升到五星為止 我想你要有四隻才能升到 如此類推 所以你一般新手入坑來說 如果你覺得金色太難升 其實不妨試試用紫色的 其實都不差 因為他相對金色的更加容易升到高升位 這就是我給你的小小建議 好想來到最後 其實我自己覺得 在畫風和玩法上都不錯的 君王萬歲來說 我自己都非常推介給大家 你看到其實很多東西 嘩 有十抽 馬上抽完 加上聖誕節有很多活動 如果不用點重貨都可以玩得一定的水準 因為他每天都送很多東西 每天登入已經是在線 在線時間的任務 已經陪你一件線上獎勵 這些已經送這麼多了 好 先抽一抽 所以我自己都介紹給粉絲玩 如果有觀眾想一起玩 可以留言告訴我 看看會不會中傳說 看這裡自己收 嘩 我剛才就說想要這個人類的英雄女 這個我正在練 正 臨修台都做些好東西 就是這樣 現在下面有我這個 Tickley哥哥專用的優惠碼 如果你輸入這個優惠碼 就可以獲得粉絲專屬獎 記得不要錯過 Download 君王萬歲和Tickley哥哥一起玩